伊哈战争持续超过两个月 双方僵持不下 而这波战火也延烧到周边国家 与伊朗结盟的组织不断对以色列升级攻势 伊军也持续加强攻击 而日前伊朗媒体声称 伊色列在空袭叙利亚的过程中 击逼一名伊朗革命卫队的资深将领 伊朗总统也誓言展开报复 进一步加剧中东紧张局势 而不止中东情势深温 自从伊哈开战以来 美国及其盟军也在中东频频遭受攻击 今日背后伊朗撑腰的黎巴嫩真主党 对驻伊拉克的美军发动无人机攻击 造成三名人员受伤 随后五角大厦发布声明表示 已经依照美国总统拜登的指示 对真主党进行攻击 并破坏该组织在伊拉克的散除设施 不止如此 南部的夜门叛军青年运动 也不断向红海航道发射飞弹 并试图利用无人机攻击 位于红海南部的美军驱逐舰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 已经击落四架无人机 德黑兰在背后指示 而有美国发起的多国护航连队 也已经在红海完成军事行动部署 全面确保商船的安全 面对多点战线扩大的危机 曾担任以色列驻美大使的 纳坦亚胡亲信德尔默 预计在今日前往华盛顿 会见美国国卿布林肯 及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与国会议员 预计将讨论高强度战争的结束时间 并就战争结束后的过渡阶段 管理加萨地带的民生事务进行讨论 记者许五星这里报道